今年夏天转会而来的塔利斯桥再一次用自己的表现,证明了恒大的毒辣眼光,令场气球的数据让他短短一个月便在中国名声搭葬。 保利尼奥更是在巴塞罗那赌金回来之后赛中抄踢球跟娃似的,场上显得游刃有余,能攻能守,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,有了宝塔组合的存在,恒大也一改联赛上半程的腿势,实现了反弹,除了恒大的宝塔,天津全界的前外人维特塞尔,也通过中朝证明了自己,在这个夏天参加了世界杯之后跳槽大的德亚豪门多特蒙德。 这些球星在中筹的成功经历也让其他球员非常心动,他们都渴望利用恒打,甚至中超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跳板。 不仅能获得丰厚的薪资,也有机会实现领域越龙门。 这步,有一位球员就向广州恒大矛碎自建了,近日,效力于弗拉门哥的巴西小将林肯主动嗜好广州恒大,他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加盟恒打,与宝利尼奥,塔利斯加等人一起踢球。 年纪18岁的林肯技术出众,传练能力出色,他于2016年底与弗拉门哥签下了首份职业合同,是弗拉门哥2000一代最有潜力的球员之一。 另一位前绿球员,他在弗拉门哥以及巴西U17青年队的队友维尼修斯,已经被以4500万欧元加盟黄码。 此前曾有消息传出,巴萨曾有意见为巴西小妖,而弗拉门哥为其开出了3000万欧元的转会费。 自从保利,尼奥转会巴萨让很多球员,意识到了中超是个可以让自己名利双收的好地方, 也让广州恒大在世界祖坛更加出名,因此球员想来中超,想来恒大也就不难理解了, 而考虑到亚冠联散新的外援政策即将出炉,无论是实行4加1还是5加1政策,参加亚冠的中国球队增加现役外援人数是必然趋势, 因此林肯在这个时候向广州恒大示好,球队也可以利用这半年时间好好观察这名年轻的巴西球员, 如果可以,将其拿下不是为恒大不强阵容的一个好选择。